你自己的心裡聽得懂 告訴我什麼你 告訴我什麼你 哦 至少I need 一部好劇啊 過年太無聊 2022首飾前五名韓劇 你不能不知道 首先TOP5 沛花律師 我現在是真的Pink Mouse 剛剛宣佈熱戀IU的李忠碩 退伍一年回歸的作品 洗手潤額 高顏值兩人組 表演技讓李忠碩 拿下了MBC演技大賞 那些人們要走近 我真的要死 我絕對自己都不會成功 真的絕望是怎樣 劇情描述 經常打敗仗的律師男主角 經辦一樁殺人案 發現了背後暗黑真相 讓他逐漸黑化一惡治惡 刺激的過程讓收視率節節高升 最高收視創下13.7 緊接著TOP5 我們的《懶掉時光》 你怎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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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譽為2022B看人生韓劇 我們的《懶掉時光》 集結李秉憲生命兒 《懶勝緣》 《金與冰》等當紅一線演員 講述季州島的漁村人物故事 包含親情 愛情家庭關係 等人生課題 提醒我們好好生活 好好去愛享受人生 最高收視率來到14.6 滿滿20集保證給你滿滿的感動 而喜歡綠珍劇的朋友 千萬不能錯過第三名的 千元律師 我真的有水明優 很棒 很棒 飾演律師的男主角男公民 專題沒有背景的人們 打官司伸張正義 以輕鬆搞笑的方式呈現劇情 探討社會亂象 爽度也反映在收視率 最高來到15.2 廣受好評 接著第二名 同時律師劇 《肥常律師》 羽櫻舞 羽櫻舞可愛的打招呼手勢 在全東南亞刮起旋風 由蒲恩斌飾演的 自閉症天才律師 克服重重難關 成為優秀律師 主人公可愛開朗努力的個性 讓人喜愛 面對官司的不氣不內 更是令人感動 一口氣捧紅蒲恩斌 蔣泰吳兩人 也讓《肥常律師》 拿下最高收視率 17.5的好成績 我希望跟批評 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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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本因為《肥常律師》 肯定穩坐 2022最強韓劇 但年末卻出現陳曜晶 《白髮家》的小兒子 今天我去職業室 我的命令 這次是我的時間 是我的時間 繼黑道律師文森佐之後 宋仲基睽問一年再推新作 《財閥家的小兒子》 劇中分飾兩角的宋仲基 展現驚人演技 重生後 報仇並為了侵吞整個財閥家族 一步步成長 精彩的反攻 讓該劇拿下最高收視率 26.9的好成績 我曾經在生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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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是我的時間 台字秋 過年不知道做什麼好 選部劇回味一下 保證不吃虧